夏宇、李思琦、米雪、關谷英、阮兆祥 這個唐心風暴的班底將會再次合作 連同曾偉明在4月演出5場舞台劇《秘密》 今日他們就出席記者會 思琦在台上竟然自爆患有腦退化症 我是周圍娟 其實我有少少腦退化 但他們經常管著我 我聽話的 你們是否開始在彩排 還沒的 我想可能今日或這一兩天都拿到劇本 我們要回去做一下功課 接著應該是月中就會排 你確定是做腦退化症 我是 好像月早支持我 他不用對付你 我少對付你 是 最難做 其實這個是劇本推動 我就是令到大家很困擾 就是因為我常常不記得東西 忽然間又記得東西 就是很搞到他們一頭煙 現實中有沒有那麼少少 那不記得東西當然有 好懂的 不記得東西有的 有的 當然在看劇本就要 要下少少少功夫 沒有以前記得那麼快 這個是必定的 這是一個自然現象來的 很久沒有做舞台劇 真的幾十年 很久了 真的很久沒有做舞台劇 不過就是 劇本 是 做了效果 對 做了效果 我做小城風光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件事 我以前不喜歡舞台劇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性急 我覺得拍電視 幾頁子就落 好像說得粗俗一點 好像過癮一樣 但是做舞台劇 我在小城風光裡面 我發現 我可以完全 處理我自己的身體語言 我可以這麼free 去到表達的角色 還有 從那次開始 我就覺得 原來我在舞台上 一個演員 才可以做到一個主動 這件事 是拍完之後 全部都剪過了 甚至有些戲 你認為 我做的那個表情很好的 原來是沒有了 因為剪了戲了 甚至那些戲太長了 它又跟你收了 你認為很好 那場戲就沒有了 我們是被動的 被人家剪了很多東西 或者它要你的close up 甚至有時 這個戲很重要 但是它要我側面 我覺得那個對白 要很有力出的 但是它給你的側面 我自己在家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 非常之減了 減了我的力度 這是很無奈的事 緊張嗎 我就本來很緊張 因為其實我第一次做舞台劇 就是畫劇 但是 但是 因為這幫班底 全部都是我的老友記 就是認識的朋友 還有他們前輩的畫劇 始祖 很厲害 所以我一點都不怕 有他們看著 當拍電視劇 是啊 是啊 米幾天最有經驗 剛才做完 巡迴回來 就拍得多一點 做得多一點 但是我想有你們一起 火花也一樣 是 我們希望有些新的火花 是啊 因為有珍貴 不是 其實我就是 開車邊而已 因為這麼多前輩 這麼多好戲之人 我這次能夠 這樣插進去 不要扮小 我是要叫你 大師兄 大哥 不是 沒用的 大師兄 講經驗 就是經驗 就是經驗 菊姐那些不夠經驗 你不要這麼說 哈哈哈哈 其實我這麼多個裡面 我真的最害怕的 Bobby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嗯 因為我還不知道 他的武器是怎麼樣 是 大家我們合作了三輯 我怕被他一聲一震 我就馬上忘記了 Live 突然他拋了個球給你 如果我接不住怎麼辦 不會的 所以他是一道菜裡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調味料 就是叫味之素 哈哈哈哈 就是他味之素 我不知道他會發生什麼事情